我有點好奇 沙烏地阿拉伯買這個幹嘛 你看沙烏地阿拉伯 對不對 他這邊有一個紅海 然後他在這個 在這個地方前面有葉門跟阿曼 真的海 這邊 雅丁灣 那他為了這個紅海 以色列從這邊打 所以要暗置魚叉飛彈 我覺得好像他不太需要 我就不太懂他 我們可能是需要了 因為我們四周是海 他是這麼一點 還去買 暗置魚叉飛彈 很怪 來來 請說 對啊 錢多 沒有想到沒有理由 我剛好講的是從沙烏地阿拉伯 我也覺得很怪 但是我們回到賴清德這個部分 我覺得賴清德今天去拜訪長老教會 因為他是過去以來是最支持的 他們對蔡英文的兩岸政策 其實是非常有維持的 好不容易等到一個 他們所培養的 他們最信賴的精孫 終於有望 可以變成這個 不是中華民國總統 他們要的是臺灣國的總統 這麼接近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他們這樣 對賴清德來說的話 應該是說還是有一點的 這個有一些的微微的怨言 但是他們有迫於無可奈何 未來還是會在支持他 只是我覺得呂秀蓮講了一句 非常大的一個關鍵點 為什麼賴清德沒有自己的一個主張 你過去我們當 賴清德當行政院長 我們質詢他的時候 我覺得還算是勇敢了 還敢講出 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所以以至於他後面的總質詢 每個人就鎖定他這一點 不斷在這個層面上面去攻他 他都還是很誠實的去表達 他的一個信仰跟一個立場 也難怪張老師就會非常的信賴他 可是你看他現在 永遠遵循蔡總統的一個路線 講不出他自己過去一直長期信仰 信奉的這樣的一個教條 反而是在妥協 選舉的時候是可以 大家最擔心的 為什麼有依賴論這個中出現 就是你選完舉之後 當你握有大權的時候 是不是會回過頭來 是你所堅守的那個價值 跟那個你所信奉的這個教條 是大家認為是要觀看的 所以你選前是一回事 選後又一回事 我覺得這個部分來說 是難怪會有依賴論的出現 如果賴清德沒有辦法在這一塊 永遠都是用小鷹 遵循小鷹的路線 來做一個躺塞 我覺得在總統大選當中 他的這番言論 還是會被徹底徹底的檢驗 不就是說他為了選舉 所以自己隱忍一下退縮一點 但他實際上內心的信仰 跟他的主張並沒有變 所以大家就怕 這是比較危險 你如果說真的我自己改變 我知道形勢不對 而且台灣的主流民意 他並不希望戰爭 也就罷了 他不是 他自己曾經講過 我在任何職位上 我不改旗幟 我不改變我的立場 那是他真正的心聲 只是現在為了選票 萬一有一天情況變了 他是不是又跑出來了 裡面那個魔鬼又跑出來了 誰知道呢 好吧 宋濤昨天林鴻道 中華奧會主義電話去拜訪宋濤 宋濤最近很忙 大家都去拜訪他 然後台灣的各種工商團體 那他就跟宋濤 然後就跟林鴻道說 說呢你們這個中華奧會要維護這個奧運的模式 那當然當年為了取得這個中華奧會 用什麼 Chines台北 然後用國旗歌不用國歌 用奧會旗不用國旗 其實當時也經過很多的折衷了 那台灣當然也相當一部分人是不滿意的 既正就曾經想去公投用台灣嘛 為什麼用中華奧會呢 不是很奇怪嗎 APEC也是對不對 中華台北都不能用這個中華民國 或不能用台灣參加 那宋濤大概警覺到 所以特別說你要維護奧運模式 得來不一樣 你如果這個不維護 到時候連奧運都不可能參加 亞運都不可能參加 來 乃姬怎麼看 這個宋濤呢 他是他原來是搞這個國際共產黨之間的 這個政黨的這個交流 他統戰就是他專業啊 我覺得他蠻厲害的 他在見了這麼多不同的 台灣的這個團體的時候 我覺得他不會搞混啊 而且呢 他的那個分寸拿捏講話啊 都有不同的重點啊 你看他在他在見那個 林宏道中華奧會主席的時候 除了強調這個奧會模式之外 因為今年杭州要辦亞運嘛 他就說呢 會讓這個我們的中華 台北的代表隊 有家的主場感覺 你看多會多會講 我想呢 我想呢就是說 我家就是你家 真的 就是兩岸一家親 就是說 我想呢 大陸呢就必然的 他既然講出來了 中國共產黨就說到做到 他必然呢 會在這個杭州的亞運的場 對於中華台北呢 會有一些很特別的對待 特別是在觀眾的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他今天講這個話呢 是有很特別的用意在啦 趙先生剛才提到說 記政那個時候提出來 要用台灣的民意來參加這個奧運 後來是誰擋下來的 是民進黨擋下來的 是蔡英文他們擋下來的 他們不讓這個公投過關 那背後是誰 背後當然就是美國嘛 美國就不希望你在這個敏感的問題上面呢 去給你搞東搞西 那所以呢 在今年這個很特別的台灣大選年的這個時刻呢 當然就希望說我們的在 我們的中華台北代表隊 到大陸去參加的這幾場的這個賽事的時候呢 都不要有任何政治意外的狀況發生 而且呢 奧會模式 他其實就是後來我們再參加 很多這個國際組織的一個模式啊 包括就是我們在馬英九當選之後呢 能夠以這個中華台北的名義呢 獲邀參加WHA 他也是也是秉持著這樣的一個精神 你知道今年呢 我們又是沒有接到WHA的邀請函了 那所以這樣子的 五月吧 他們一般五月 對五月啊 就是說有這個記者有去詢問WHA的秘書處 今年大概就不會發給我們這個邀請函 所以當這個賴清德說 他要去延續蔡英文的這個路線的時候是怎麼樣 他的外交路線就是我們的邦交國呢 就要面對到往個位數 甚至於被剃光頭的悲慘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兩岸呢繼續兵凶戰危嗎 如果說明年賴清德他真的是當選的話 我看大陸呢恐怕就是要跟台灣攤牌了 加上這個明年呢是美國的總統大選 如果說共和黨跟民主黨 競相的在有關於抗中的這個部分上面呢 打出強硬的牌 兩邊呢一 兩邊呢一參和起來 就台灣這邊再加上這個美國這邊 搞不好就給予中國大陸呢 對台使用武力的一個一個藉口了 那台灣就不可能有機會參與WHA 參與iCare 那我們未來所要面對的狀況 就是外交被封殺 兩岸兵凶戰危 這就是賴清德要帶給我們台灣的未來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錄 記錄